4月21日德国海军最新的一艘战舰科隆号命名服役 也就是第二批次K130型布伦瑞克级轻型护卫舰 该护卫舰是德国海军21世纪订购的一种轻型护卫舰 可以执行近岸巡逻等中低强度的作战任务 2005年的时候为了建设一支能够快速部署 灵活使用可单独完成各种作战任务的高效海上力量 德国海军制定出了包括702型作战支援舰计划 F124型防空护卫舰计划 K130型轻型护卫舰计划 新型U212潜艇计划 新型海上巡逻机计划等在内的若干个装备发展计划 而在海军中期发展计划中 德国将新一代轻型护卫舰以及防空护卫舰列为了重点发展对象 1995年9月 德国国防部正式批准了K130轻型护卫舰项目 按照德国海军要求 K130排水量在1400吨左右 航程2000到3000海里 最高航速可达25到30节 具有良好的加速性能和低速航行能力 自持力7到10天 具备海上横向补济能力 不设机库但有飞行甲板 可起降NH90级别的直升机 2001年12月12日 德国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通过了K130轻型护卫舰的建造计划 2004年年初K130被正式命名为布伦瑞克级轻型护卫舰 首舰布伦瑞克号于2004年12月3日突射龙骨 首批K130型护卫舰一共5艘 在2008年到2013年之间服役 性能也达到了德国海军的要求 布伦瑞克级轻型护卫舰长89.12米 宽13.28米 湿水4.35米 海水量1840吨 装备两台MTU柴油发动机 两台燃气涡轮发动机 双轴推进 两个独立可调奖具螺旋桨 四台发电机 安装有稳定装置 具有高机动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航速最高超过26节 续航4000海里 像其他新型舰艇一样 布伦瑞克级轻型护卫舰非常注重隐身能力 为了达到良好的隐身效果 它采用了模块化和内清式的结构设计 以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积 采取在水线以下部位 安装废气冷却系统和洒水系统的措施 使舰艇在满复合运行状态下的 红外特征特别微弱 而为了降低被磁引性水雷炸伤的危险 德国为它安装了MES系统 以降低舰艇周围的磁场强度 装备先进的指挥通气系统和电子设备 是布伦瑞克轻型护卫舰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战斗指控系统是F-124型萨克森级防空护卫舰 基瓦考FD武器指挥控制系统的最先赶进行 该系统可连接遍布全舰的计算机 形成一个局域网 生存力要远胜于传统的中央计算机系统 舰上装备一部TRS-3D 现代化多功能海空搜索雷达 可同时对众多目标进行立体搜索 跟踪识别和分类 根据威胁等级来指挥武器系统 引导几方导弹攻击 武器控制系统是两台荷兰TNNL公司生产的 瞭望台光电导引系统 能全天后自动对海面和空中目标 进行三维探测搜索和跟踪 具有很强的态势感知和目标识别能力 可对付空中和水面快速移动目标 还可以用于导航搜索与救援扫描探测等 该系统的传感器采用特殊的碳纤维结构 非常坚固且重量很轻 符合舰船的隐身要求 这也是德国海军舍迹求援 放弃由本国阿特拉斯电子公司研制 并以大量装备德国海军各个舰型的 MSP500光电骤 夜间是与目标跟踪系统的重要原因 此外 乌鲁瑞克级轻型护卫舰还装备有 MSSR-2000I敌我识别系统 Link 11 Link 16数据链系统 UI 5000K电子对抗支援系统 UHF卫星通信系统等大量先进的电子设备和通信设备 作为一型主要单负防空反舰任务的轻型护卫舰 乌鲁瑞克级还拥有一定的对陆攻击能力 其主要武器包括两座双联RBS-15MK3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 两套RAM对空点防御导弹系统 一门多用途奥托梅拉拉 76毫米速射炮 以及两门毛色27毫米机炮 其中RBS-15MK3型反舰导弹同时具备对陆攻击能力 该型反舰导弹由瑞典萨博公司和德国BGT公司共同生产 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 射程超过200公里 具有机动性高 抗干扰能力强 隐身性能出众三大特点 RBS-15MK3型导弹装有GPS接收器 导弹系统的弹道选择灵活性强 在制导中阶段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飞行高度 利用地形掩护或在飞向目标途中 避开可能被发现或被拦截的危险区域 进入末端后 可以自行保持在距离海面1到2米的高度 掠海飞行 提高低末端拦截的难度 RBS-15MK3的导引头在MK2的基础上 采用了高带宽频率节变 跳动脉冲重拭频率 高输出功率等先进的对抗技术 能够在复杂电子干扰条件下完成目标分析 在欺骗干扰下能识别假目标 还能够进行干扰源寻地的主动对抗 其末端抗拦截抗干扰能力 与美国的鱼叉AGM-84D导弹相比毫不逊色 相对于RBS-15MK2型反舰导弹 RBS-15MK3进一步加大了 弹体雷达吸波材料的比例 对导引头的天线形状做了修改 其正面的雷达反射面积 减小到0.05平方米 这些改进都使RBS-15MK3的隐身性能 位于世界舰载导弹的前列 毫不夸张地说 RBS-15MK3是一种非常适合 近海作战的反舰导弹 能在复杂的近海地理环境中探测 锁定并攻击敌方近海或陆上军事目标 在舰载机方面 布伦瑞克吉在设计初 就考虑搭配无人遥控载具UAV 现已升级为SKE LDAR V200无人机系统 也可以正常起降NH90型直升飞机 2017年 德国又斥资20亿欧元 为海军订购了第二批次的 布伦瑞克吉轻型护卫舰 这次服役的克隆号 就是2019年4月开工 2020年10月下水 第二批次的2号舰 M登号F-266也已经下水 另外三艘命名为 卡尔斯·鲁厄 奥格斯堡和吕贝克号 新型的布伦瑞克吉轻型护卫舰 相对于第一批次做了一些改进 其改用了TRS-4D 其A达天线面积增大 美国海军的边海战斗舰后期型 也用TRS-4D替换了TRS-4D 武器装备上 两批布伦瑞克吉轻型护卫舰的区别很小 舰手都是一门76毫米 奥托梅奥拉超紧凑型速射炮 两门德国自制的 毛色BK-27型27毫米副炮 反舰导弹都是四枚 瑞典伯福斯研制的 RBS-15MK3或MK4型反舰导弹 这种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50公里以上 可以进行对地攻击 不同的是 第二批次的布伦瑞克吉轻型护卫舰 使用的主号采用了隐形设计 布伦瑞克吉轻型护卫舰 真正比较强的地方 在于它的近防反导能力 它拥有前后两部美国和德国合作研制的 LAM-21单元舰空导弹发射系统 因此总备弹量达到了42枚 这种被动雷达 红外复合制导的舰空导弹 可以拦截略海反舰导弹 除此之外 布伦瑞克吉轻型护卫舰 还有一套莱茵金属公司 研制的多弹药软杀伤系统 MASS诱饵发射器 性能好 价格自然也不便宜 布伦瑞克吉轻型护卫舰 第一批次造价2.4亿欧元 第二批次单价增加到4亿欧元 甚至比单卖6000多吨的带锤发 装有APAR小神盾的 Smart L远程三座标雷达的 伊万修特菲尔德 级防空护卫舰还贵 与德国海军原本的导弹快艇相较 布伦瑞克吉轻型护卫舰 无论在作战能力 试航性 持续作战能力 多功能性都优秀得多 能独立迎击从远洋而来 并威胁沿岸的敌方舰艇 并支援日益广泛的跨国海外违和作战 航运安全维护与人道支援等任务 相较于三四千吨级以上的护卫舰 1500吨级的布伦瑞克吉较浅的吃水 以及较高的灵活度 更适合在寄案环境操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朋友认为 德国的布伦瑞克吉轻型护卫舰性能如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